小冯总,你答应我的什么? 答应你什么了? 是不是你答应我,只要我带你回山上,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要振作起来,你不答应现在什么样子? 安琪,我想小月,你体会不到我现在这种难受,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要了。 我只想小月陪在我身边,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了,小月会回到你身边? 我不许你这样说小月!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那你怎么就不想想,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车全部卖掉了,还有你缺了两百万,我手里面只有六十万,我为什么会凑两百万给你啊,还有豪哥帮你倉库的事,如果小月不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你的酒没有地方放, 他怎么会知道你缺倉库,安琪,现在你不管说什么都不会相信,你不要再说了,你不相信是吧,现在就去找豪哥,哼,行,我跟你一起去找豪哥。 你不相信是吧? 你不相信是吧? 我还没事吧? 你不相信是吧? 没事,这不是你自己干嘛,怕什么呢? 走吧! 走吧! 好,好! 你来了? 好! 来来来来,来! 来,老哥! 来,坐坐吧! 你看你现在变成啥样的? 你以前的小朋友呢? 我都还不认识了,知道吗? 哥 對不起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做 我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你們別再管我了行嗎 別管你了 不想做 回家唄 回家坐著吧 讓你媽給你端吃端喝了 那多好啊 期間退休了 多擺勁啊 我現在就想把小月找回來 現在啥都不想弄 你找人家小月 現在你找人家小月 不是人家看不見你 我都看不見你 不問你說吧 小黃 我也不幫你說 小月幫我 昨天我說過 你們兩個沒事 他說小黃現在啥還沒有我 我跟他在一起呢 也得不到我想好的生活 如果說你不幫小月 那我就走了 我就回到家了 他跟小黃在一起 確實得不到我想好的生活 哥 我尊重你 但是我不允許你這樣說小月 你為啥不敢面對現實啊 人家小月不說的事實啊 小公主 既然好多收到這兒了 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跟你說了 你知道我給你送車送錢 雖然之前我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知道你的性格 你肯定是不會收的 但是那天小月找我了 他說如果我不幫助你的話 他就要跟你分開 你們以前為什麼不早跟我說呢 以前 以前告訴你讓你們兩個鬧矛盾 還是讓你們兩個分手 我更不允許你按齊這樣說小月 還有一件事 貝貝的事 你知道貝貝為什麼退國 然後做得那麼絕嗎 我現在讓貝貝過來 我現在給他打電話 我讓貝貝跟你說 他跟我說什麼呀 他跟我說 你自己聽貝貝跟你說 喂 喂 貝貝 喂 貝貝 你這會兒忙不忙 我在醫院呢 有點打手 怎麼了 你說 那個我跟小公主說小月的事情 然後說什麼他都不相信 然後你跟他說吧 嗯 走 小公哥 說 我就問你一句話 小月剛來公司的時候對他怎麼樣 他行 為什麼自從小壯來了以後 我對他就改變了呢 你又不想想這個問題嗎 小壯千塊告訴我的 他說小壯掉親了 就是因為你的出現 你比小壯有錢 而且成立公司 他才選擇給你來成立 你想想咱們在這裡叫我走 好了好了 現在什麼都不要說了 我不想聽你們說了 上天啊 難道你看不出我很愛他 怎麼明明相愛的兩個人 你要拆散他們呢 上天啊 你千萬不要偷偷告訴他